房子自律祖师姐老胡带你观点下 大家好,我是老胡 上次我们聊到了租客是大爷 这给房主带来了不少的麻烦 也使得房主找房客的时候 特别紧张,特别小心 这也给租客带来了不便 所以不少租客抱怨找不到房子 房主接受了教训 他们自己找房客 或者花一个月的租金 找中间替他们找房客 他们一般都采取了四种方法 我觉得最后一个方法还是很重要的 第一,他们在签合同之前 打电话询问租客之前的房主 事后按时交房租 还有离开的原因 第二,调查他们的工作状态 比如说要求他们提供工资单 在公司里工作多少年 第三,看他们家庭状况 家庭机口人有多少是工作的 第四,最重要的调查他们的信誉度 因为在加拿大各个银行对客户都有信誉评分 三百分是最差的 九百分是最佳的 一般超过八百分就可以放心的租房给他们 我认为造成这些 一个原因是政府的政策偏向于弱势群体 他们认为租客是弱势群体 第二呢,互相不信任 这也是近几年才发生的事情 以前我们既当过租客也当过房主 都没发生过这样的事 看一次房或者打个电话就定下来了 我曾经也租过一套房子 到齐了要搬出去 搬出去之前呢 一般的房主都过来 钥匙留下20块押金就还给我们 我搬出去当天房主有事没来 然后把钥匙就放在桌上关好门 就搬走了 结果两年后啊 在商店里房主碰到我 高兴的说 我终于看到你了 把钥匙押金20块钱还给我 平常所有人都是互相信任 现在的社会啊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越来越不好 这也引起我们的声势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